哈喽同学们 我们这一节看一下怎么样 把我们刚才创建的两个 这个Linux机器用Zubix给它监控上来 好不好 看一下怎么玩 首先我们要点击这个Zubix服务端这里 点击主机 主机我们已知目前监测它自己本身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点击这个 这是监测 监测 看见没 这是属于监测一大类里面的 它是能够看见这些信息 那具体的我们要进行添加的时候 要点击配置 点击配置之后再点主机 看见没 此时你点击配置点击主机 发现这里有一个Zubix server 它本身状态是以启用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两个机器给它加进来 就可以点击创建主机 看见没 点击完了之后 这里有一个主机名称 这个主机名称 咱们先不着急创建名称 先点击母版 然后这里母版默认是 你看 就是说你创建 再重新说一遍 这是我们当前已经有的服务端机器 对不对 监测的这个Zubix server 你看它有一些应用级 有一些监控项 监控的内容和定义的一些触发器 那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说需要你自己手动的去添加这么多信息的 我们只需要选择母版 这个母版里面呢 就有这些所有的信息了 很方便 很简单 那具体添加的动作就是 我们点击创建主机 先将它关联到一个Linux机器的母版 我们目前啊 它连接到 关联到的母版是空 没有对不对 我们在这儿 叫连接到一个新的母版 我们就在这里输入Linux 然后呢 它会自动的搜索出如下的信息 我们就点击这第一个 看见没有 叫Template OS Linux by Zubix Agent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监测客户端的一个母版 好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添加 嗯 Groove 好 这里有一个主机群组等等选择 是吧 这边呢 我们还没有去创建主机的信息 那我们呢 还是先点击主机 把主机的信息给它加进来 主机的名称呢 我们给它叫Zubix 这个主机的名称呀 和你的机器的主机名保持一致啊 host name 我们先把零四给它加进来吧 来 主机名叫host 这个这个Zubix zubix-agent04 可见的名称呢 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看见的 我们给它命名的更易懂一些 就是它的主机名加上它的IP地址 10.211.55点 我们看一下多少 12是吧 好 这里 主机名称 就是 这个Zubix 待会儿 它在最前面显示的啊 然后主机群组呢 我们 Zubix啊 它能够监测Linux机器 也能够监测Windows机器 以及其他的设备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儿呢 有默认的一个LinuxServer群组 看见没 我们就点击LinuxServer群组 然后点击选择 就OK了 就是说 我们把 这个Agent04这台机器 加入到了这个主机群组里面 好吧 然后需要监测的接口地址呢 是 肯定不是127.1 对不对 填的是我们这个客户单的地址 10.211.55.12 然后DNS名称 这咱们不管 咱们没用DNS去解析 我们用的是IP的形式 这个形式 这就叫形式啊 我选择IP写进来 端口呢是10050 这是默认的 咱们不用管它啊 然后描述信息呢 你可以写上说 这是Linux机器 C B X A G D N T 04 这是咱们它的一个描述信息 然后Agent代理程序 咱没有 就是在这点击添加 就OK了 看见没 然后这里呢 主机 Zabix Agent 04 我添加进来之后啊 你会发现 它的可用性 ZBX还没有亮 是吧 我们点一下它啊 然后点击母板 点击母板这里呢 也已经和Template OS Linux做了一个绑定了 没毛病啊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主机这里来 可能需要稍等它一下啊 等待到它的这个ZBX亮了之后 它的状态才是正确的啊 那我们呢 再来添加第二台机器啊 创建主机 呃 刚才是04 咱们再把05给它加进来啊 Zabix 05 可见的名称 10.2 哎 哦 哎呀 我的一个娘呢 咱们 等错了啊 04IP地址是11是不是啊 这写错了啊 那我们点进来啊 给它改吧一下就行了啊 这是04 它是11啊 然后点击更新啊 哎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是不是主机名啊 和它的IP不一致 所以刚才Zabix这里没有亮啊 你看现在Zabix是不是亮了呀 来赞吧05给它加进来啊 叫ZBX Agent05 主机名和它的IP地址 10.211.5.12 好 那咱们把它的主机名给它加进来 大家是否看懂了呢 就是添加主机啊 就是这么玩的 说这是第二台 Linux 第二台Linux 机器 Zabix Agent05 好 那别的应该没有毛病了 咱们点击 母板这儿啊 还得给它加一下 选择 就直接在这搜索啊 搜索 Linux 主机 然后点击添加 嗯 选项groups 为必填选项 咱们 哦群组咱们这儿没选是吧 还是选择Linux Linux server啊 点击选择 然后再点击母板 点击添加 OK 来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来点点刷新 嗯 你添加主机是吧 那咱们点击主机 这儿好像还是没有通 上面是11 下面是12 这个东西啊 它只需要等个可能 十几秒或者一分钟 它就会亮了啊 那具体添加的动作呢 就是这么玩的啊 那 然后呢 呃 我们就可以再来看一下 一些监测的数据啊 点击维护 再点主机 哎 还没有出来是吧 咱们检查一下 好像从这些值上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们呢 就来 查看一下监控的内容啊 这边是配置 添加主机 你想看它的信息呢 就点监测 点监测 然后点最新数据 最新数据 最新数据这里呢 你的机器数量可能会有很多 我们直接在这搜索主机相关 比如说我搜索agent agent 你看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添加的这两台机器啊 比如说我选择其中的一台机器 然后点击应用 点击完了应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监测这里啊 你看我们首先是点监测 我要看谁的数据 然后在这呢 选择了我们 Agent 这台机器 点击应用之后呢 我就可以点击主机了 主机这里呢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三台机器啊 都可用性 都是ZAPIX这个亮了呀 来 再点回配置 点击主机 你看看来这个 你要等到它亮绿灯啊 是要等个可能一分钟 一两分钟左右的啊 然后再点击监测 点击主机信息 看这里呢 这些信息啊 就都已经展示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想具体的看哪一台机器 它的这个图表信息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这个 点击这个图形 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55.11这台机器 点击图形 看一下 这就是和刚才一样 ZAPIX AGENT04这台机器啊 它的一些基本的硬件相关的信息 那如果说你想监测它的 你看它的这个状态啊 是从一小时 一小时之前到现在 是不是啊 你要想改它的这个数值呢 也可以自己手动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 嗯 三是叫五秒钟 来应用 显示最短的时间是一分钟是吧 那咱们就是 EM就是一分钟 看一下 这里显示的这个区间啊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 你看啊 2.58.01 02 03 它是不是显示的间隔呀 就是一分钟为这个间隔的呀 然后每一秒 当然了这个有一点过分 咱没必要精确到秒是不是啊 我们呢正常的比如说用一个五分钟的一个状态 点击应用 点击五分钟之后 你看一下它的区间啊 是不是 哦 就是显示五分钟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这里显示的是什么呀 是 叫 记好了我的颈椎病啊 你看它这个数值啊 是 2.54 2.55 56 然后这里显示的 是不是就是五分钟内的一个状态呀 是不是啊 就是说你这里选的是五分钟到现在 这里呢显示的就是五分钟的一个状态 你看 123456啊 就是这个区间嘛 是五分钟的 那比如说你给它改成一个小时的 1H 一小时的点击应用 它这里的图表状态呀 就是显示的是一个小时之内的一个 这个叫折线图的一个统计状况 是不是啊 并且你也可以在这直接点击 而不需要在这改数值了 好 这就是这一节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添加 首先啊 是在这添加两台被监控的机器 对不对 添加好了这个被监控的机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监测 点击主机 在这呢 去查看它的图形信息 是不是都已经会了